美股迎来新的一周 上周一蹶不振的科技股领涨大盘 纳指创收盘新高 上周是二季度财报开启的第一周 此前炙手可热的科技股在上周可谓是集体压火 而今天科技股的疯狂卷土重来 亚马逊上涨7.9% 创下自2018年12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原因是高盛公司分析师将其目标股价 上调至了每股3800美元 线上视频会议公司Zoom涨幅达到了8.94% 特斯拉涨幅更是达到了9.47% 此外本周要公布财报的微软涨幅达到4.3% 苹果公司和谷歌分别上涨2.1%和3.1% 脸书和上周刚刚公布财报的视频流媒体巨头 奈飞涨幅均超1% 科技股的再度走强 使得纳指创收盘历史新高 今年年内涨幅已经接近20% 医学杂志柳叶刀周一发表了 有关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公司 合作开发的一种疫苗的研究成果 瑞辉公司和BioNTech 也报告了疫苗试验的积极数据 这些消息都提振了市场 对于抗击冠状病毒疫情的乐观情绪 但是刚刚过去的周末 美国的新增确诊和死亡病例数再次上升 美国国内死亡病例数总数已经超过了14万 近几周美股在疫苗研发和疫情蔓延的好坏消息当中 不断的震荡 本周将是这一季度美国上市公司财报最为集中的时间段之一 将有大约四分之一的标普百成分公司将发布业绩报告 包括微软 特斯拉 英特尔 推特 美国航空 美国联合航空 可口可乐 联合利华等 预计这些财报将反映出冠状病毒疫情 对于企业利润的损害程度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